实际上习包子干这个事情 就是三件事 大家要记住 习这个人做事情 我给大家说过 他是有计划的 他定下的事他是要干的 你看他包括从2012年上来 他干了最多是什么 第一件事先搞反腐 反腐就把敌人基本都抓完了 利用王岐山 你说中国的将军 还有什么 郭伯雄 许才厚 钟永康 博锡来 你数不完了 他基本上是抓三拨人 第一拨用过去的习近平 没参与的江湖的矛盾 然后把对方干掉 那就把湖的人全干掉了 然后再用江和邓之间的怨气 又把邓家干掉了 王岐山把邓家干掉了 三拨过去老江湖全灭完 这就叫第一个叫除掉自己的所有的政敌 这个完了以后开始第二波 那干什么 就是搞中国的所有的富豪 寡头 一个个寡头被抓被杀全完 你又腐败腐败谁腐败 就是寡头腐败 把寡头企业全完 到最后一个马云 马化腾 马明哲全完 全部限制处境 什么民生啊 什么始于处全完 这两拨完了 还把名人 叫社会有影响力人士 习近平定位叫做 这叫做看不见的风险 这些人蹦出来就可能跟我们惹事 他早就说过 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发声 哪有那么多人发声啊 拿掉 他在第一天就废掉了所谓的常委 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记当年斯大林的那个模式建 杀将军 杀排政治势力 抓所有的寡头 干了所有的名人 剩下一个国家真正的独裁就是他 这时候在完成什么 在国际上要有一拨人 就像过去的亚非拉一样 现在也是亚非拉 最后找了一个普京 巴基斯坦 中东 非洲 东欧独裁国家 白俄罗斯 阿塞拜疆 都这些人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打造一个 他认为的世界民主社会 毕竟溃败 这个世界还需要极权制 一个极权制的同盟 特别是伊朗 特别是北朝鲜 对他很管用 这时候就习近平又完成了 访问北朝鲜 把伊朗的整个关系 全部搞定 包括伊朗的死敌 沙特 伊拉克 像UAE这样都联系在一起 沙特 大量的开发矿大权力 要给中共 沙特用人民币做石油 他完成了能源板块 和所谓的轴心锅板块的积累 打造成了意义 杂鲜 如果来 赞鲜 打造成了意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